刚提到王毅外长很忙 在中国7月24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提一下 有开一个中国南亚合作论坛 中国当时呢 是邀请了十多个的南亚国家 但是其中没有印度 印度听了之后很生气 说你为什么不邀请我 结果中国戳破他的假面说 我们是邀请你了 但是你第一届就拒绝了 所以说呢 之后其实我们都没有不邀请你 只是说你自己不愿意来 所以印度要抓住东盟外长这个机会 跟王毅外长见面 这个是印度外长苏杰生 找到了中国外长王毅 印度跟你开始谈文明了 苏杰生说 印中呢是人口最多的两个大国 也是两大新兴经济体 和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 我就想说 为什么这个印度的调子变了 而且双方还达成了一个共识 要尽快撤离在争议边界的驻军 解决一些土地纷争 包括在这一次印度的国内当中 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反弹声浪 这是印度的财政部长近日 是向印度议会提交了2024版的经济调查 有呼吁考虑接纳中国的直接投资 离开中国的这个投资 印度的制造也不可能会完成 包括现在我去看了一下富士康 也有在两边下注 一边是在中国有一个10亿的厂要兴建 当然今天的最新消息是 之前有说比亚迪抢单 这个鸿海要去代工iPhone 16 但是今天台媒的最新消息呢是 鸿海会继续在印度制造 iPhone 16 Pro以及Pro Max 我想把这些背景带给亮哥 亮哥会如何来做一下解读和分析 这个莫迪在这个大选产胜嘛 对不对 那普遍认为是 他的经济造成了贫富悬殊太严重 那造成我们说是个索陀罗的造反 就是印度的平民的造反 那印度教也没用 大家都造反 所以他当然要想方设法要搞好经济嘛 那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又是中国 因为印度跟中国的贸易 金额很大的 而且中国有很多企业 也在印度投资啊 那可是前一阵子你就知道 印度那个官僚体系 实在是惹不得啊 所有的外资都受过苦头啊 所以印度已经有一个 全球知名的名号叫做外资焚厂嘛 不是吗 所以他要想方设法来降低他这个外资焚厂的恶迷嘛 所以当然要修好啊 让这个中国大陆对印度再度恢复信心啊 看可不可以再骗几家公司去投资啊 哎就是这个才重点 不当然是这样啊 所以可是我坦白讲连小米都吓到了 你且不要说其他公司啦 这个那这个是一个问题啦 就是你印度就是给他感觉 老是这个官僚执法 在不同时间会做不同的解释嘛 所以让人家觉得很难掌握了 那至于你刚刚讲到了说 这个红海要在印度制造苹果啊 嗯 这个我打个问号了 因为我坦白讲连那个 那个 我我认为他在印度制造了苹果 可能只能够在印度卖啊 哦不是 不要想到别人国家卖啊 嗯 大概大家都被他的品质给吓到了啊 事实上现在在中国买苹果 大家都会注意 是不是Main in China 如果是Main in India 还可能被退机啊 这个这个就是他的制造品质的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要解非常的困难 这个可能是牵涉到他的生活的纪律啊 然后对于精密制造的 那个跟进的实力啊 嗯 还有整个生产聚落 这个供应链是不是能够维持顺畅完整的问题啊 啊 那 因为他早就吹牛了嘛 苹果说 未来印度 这个代工的占比要高达25% 对 那事实上都做不到 大概到10%左右就开始下降 我觉得不容易啦 这个当然是嘴巴说说啦 那印度我觉得 这个 坦白讲他过去在这 过去大概五六年来成为这个投资的首选啊 这个跟美国跟英国的媒体有绝大关系啊 嗯 那当然跟拜登执政有很大关系啦因为 拜登就是希望有岸外包嘛 所以就是中国投资的企业 你们就转到越南吧印度吧泰国吧墨西哥嘛 可是特朗普并没有支持有岸外包喔 特朗普是支持你直接到美国包啊 对 叫做这个美国外包 特朗普只支持美国外包 不要有岸 那所以我认为特朗普当选真的会造成全球经济的大震荡 嗯 就是你到印度到越南啊 我也不会给你什么特别的待遇 我不再搞有岸外包了 我从此搞美国外包 嗯 大家都来美国吧 所以他就是在搞一个全球性质的投资美国运动 嗯 所以 这个坦白讲对中国 不一定不利啦 是 因为搞不好特朗普会欢迎比亚迪去美国投资啊 已经有放出消息了 虽然这个 我觉得美国基本上比印度相对稳定啦 相对稳定 虽然也对你不是很友好啦 那可是 为了把车子迈进美国 那中国的电动车可能会做重新的思考啦 那这个等特朗普上台我们再来看吧 我会有筹译 我会有筹译